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3月13号 星期三的一个时间 那么在昨天的行情 应该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货币做的那是非常的过分 这个情况 那给大家在早晨分享 给大家梳理一下 昨天给大家讲的是英镑 朋友们英镑其实我所说的两个节点 它确实给到机会和利润了 但是这个机会和利润 也没有那么好去把握 就是英镑15分钟图形 那么昨天说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左侧直接见多 在这个位置见多的话 还是给到了接近40个点的利润 但是这个利润 想要去把它拿到 技术要求难度非常的高 第一你要进场非常的精准 第二你要在半路半途中 你就要考虑下车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一个利润相对来说比较难 一般来说第一进场不会那么精准 第二的指引可能会往上走 不会在中途就下车 所以说呢 这个单子可能是一个做的好 可能是个平薄的结构 可能正常情况还是有可能止损的 那么昨天的第二个单子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朋友们 加它又是第二个日量的节点 左侧做多 那么这个位置就接近有60个点的空间 如果有左侧进场的朋友 这个位置的多 应该还是有空间 有利润出来的 那么昨天整体的情况 英镑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额 对于四小时级别 这样的一个琐事 那非常的折磨人 所以说有时候行情就是这样 刚好碰在这个节点 那么咱们虽然说行情在腰 但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点 也有让我们保护我们的一个止损的一个控制 就算我觉得这是一波非常好的机会 我去操作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的最多最坏的情况 也就损个20多个点 没得到问题 可能及时一点 还是有利润空间出来的 所以说朋友们 当你们在做一个结构行情的时候 不要过分执着 再好的机会也不要过分执着 因为咱们跟永远 市场永远是对的 咱们永远是跟着市场走的 咱们是市场的枪头草 它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倒 不要一根筋 不要太固执 这个是这个事情上面 在这个市场上面 拒绝固执两个字 不要去较劲 那么这是英镑的情况 那么这么走的话 参与程度就没那么漂亮了 也没必要去发大心思 去布局 我觉得当下英镑的节奏 可能是一个震荡为主 如果下面有底仓的 可以来拿 不然的话 不建议大家去布局和参与 那么今天给大家聊的货币 其实是每家朋友们 每家的话 咱们已经在每家15分钟图形 朋友们 每家15分钟图形 咱们的多当已经打在了它的最低点 打在了它的最低点 一小时级别的图形 为什么在这个最低点 我们把这个多当要打进去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要去做多 其实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 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第一 这是一波回档61.8 非常标准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波加速 那么这是一波减速 是吧 这是一波加速 这是一波减速 朋友们 那么这波减速的回档61.8 刚刚好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家其实它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走势 它的动能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弱的 还是比较弱的 而且这样一个下降 是一个通道结构的走势 那么也是差不多在 这个通道下影附近 所以说根据这样的一个回档和强弱关系 在这个位置去开多当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目前咱们的单子 也是在一个浮音之中 这样的一个多当 那么接下来有两个思考点 那么第一个思考点 你可以依照这样一个通道结构 等一下有30个点左右的利润 在通道上演 你可以去做一个短信的指引 没有问题 当然还有第二种操作 第二种操作朋友们 其实每家这一波 它整体这一波打上来 然后在这一波回下来 强弱关系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说你要去布局一波 四小时级别的这样的一波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可行性还是有的 因为从各个角度去看这个策略 我觉得可行度还是可以 动能关系 强弱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 都还是在的 所以说第二种 如果你不想做短信的指引 那么这个节点 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四小时级别 也是这样的一个节点 你可以等一下有空间 有盈利了 咱们去设一个平保 然后去拿一拿 至少拿到这个情况 到时候再做另外的安排 也可以 这是当下的两种思路和操作方法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在 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咱们这个单子到底该怎么去进场 到底该怎么出场 所以说最终还是两个点 你到底是想做短信级别的 十分钟级别的 还是想做四小时级别的 短信级别 通到上沿附近 绝对是要去止盈的点 如果你说做四小时级别的 那么你就推平保拿着 中间如果再下来打到你的平保 你也不要有运营 因为四小时级别 它持参时间一长 它并数就多 它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 一条直线往前走 当然会有取决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那么有时候是拼缘分 真的就是这样 这是买家当下的一个情况和结果 没有什么问题 朋友们 如果等一下再下来 再给到一个好的价格 那么看我视频的朋友 也可以去合理的去布局这一笔机会 目前来讲 做得非常的健康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旁边机会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纠结和矛盾的 那么在目前 我觉得大家就把每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握好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 目前还不建议大家去发大心思去操作 好吧 行朋友们 其实今天重点想给大家聊的 就是每家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按照自己的一个 实际情况去合理的去布局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今天晚上是 今天是星期三 网上还有一个直播 到时候具体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网上再给大家细聊 好吧 那么今天早上分享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顺利 咱们明天时间再见